華僑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愛國 愛鄉 愛自己的家人 這就是中國人 中國文化 中國人的精神 中國心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令中國的太平戰爭爆發以後 我們香港的山頭人縣整個匯款的項目都中斷了 都中斷了 我們的華僑老前輩 就要來開闢這條新的匯款線路 這條一開成 就叫做東京貴 就是匯款的項目 在這裡運作了三年半的時間 這條線路就歷經了這麽多個地方 本來從全世界到香港 到山頭的線路 那邊中斷了 那就變成 轉轉到泰國 越南 到我們最後的盲街 從盲街再轉到東西 從東西再轉回洋來的山頭 沿途各地 就形成這條路 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年半時間 但是它可能說是一條 為戰爭 攻不可沒的一條巷路 它是一條生命巷 華僑僑胞靠這個人的生命巷 東興匯路 召開前 河內鄭盛法提及 為了附送廣東東江重隊的勘戰物質 五公斤金條 這一次任務的整個過程 召開前 細小加固大家 就是為了保重 保護這批勘物質 能夠把自己的嬰兒丟掉 丟下海 都要保存這個勘戰物質 我的母親五兒影 從家庭扶領 變成擔當喬批修正經營烈物的能手 當時我母親竟然有三個小六個 次了照顧孩子 要次了每天雷和我喬批頓件 和我父親趙許奇的生意 管理好喬批財務和身件 趁快地發出協 讓對方收到 是我母親最大的責任 用我的判定的馬虎 真是那時 那樣有責任 誠信的經營 讓我的生意慶祿 恢復了原本中庭的橋域殿 而我的父母親當時就成了日軍的難中堤 並下令通緝彼殿 有一次逃遍日軍的追撲的時候 我母親帶著幾個年的我 在線上 將於被拋震帶到她的頭 吉人自由天上最終獲救 在抗戰勝利後為了橋培電力 母親就把我寄養罪 其實姐姐就是我大餘的家裡 不成年 父親一直在抗戀經營 母親就在山頭 一直協助父親 就好強迫工作 Sawwadi Krab 我是莫錦策 我在泰國曼谷向大家問好 前兩年我參加過東興橋批館 那一封有溫度 含有情感的跨國家書 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深受感動 橋培蘊含著華人華僑 拼勃勇敢勤儉 誠信愛國的愛鄉的精神 值得弘揚 值得我們全場 每一塊錢是一塊錢 有十塊錢是十塊錢 基本 還畫得出來一個 橋培文化 我看了以後非常感動 對於全世界的一塊錢 我看了以後 我看了兩塊錢 我看了幾塊錢